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对这份报告该不会是捡来的 我捡来的 捡来的报告你也敢拿来吓唬人 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 我一定会追责到你 这是什么 顾理生早 老师 顾理 你见过顾医生这么匆忙的样子吗 这太像打膝盖出来了 雪儿让我到了 你在哪儿啊 让我来医院干什么 美娅 美娅 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 小冉 是美娅的结果出来了吗 怎么样啊 美娅 你的报告是阳心 你以后该怎么办呀 美娅 妈 怎么还是 没事啊 她胡说的 为什么呀 美娅的检测检测我是阴性 我有报告为证 这 这怎么会 这怎么会有两份报告呢 阿姨 我是拿美娅的身份证去取的 你看 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 是阴性 没事吧 对啊 阴性的嘛 阴性的嘛 是吧 看来你们害怕露馅儿 早就做了准备啊 美娅 你不应该做分假的 骗阿姨啊 阿姨啊 到底想干什么 喂啊 虽然这个结果 我们都无法接受 可是我们是医学生 我们要相信科学 虽然这个病 现在还无药可医 可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准备 说不定可以延缓发病呢 好 够了 温然 江沐隐 你的那份报告是从哪儿来的 我这份报告 我是拿着维安的身份证 去检测中心取的呀 你能温然 你的这份报告呢 也是苏维安委托你去取的 不是啊 我没有委托过他 那就奇怪了 医院有明确规定 只有患者本人 或持有患者身份证和委托书的人 才可以帮患者调取检测报告 否则就是侵犯患者的因子 轻则记过 重则开除 温然 你该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医学伦理 都放弃了吧 我没有 阿姨 我听说今天检测中心 他们系统全都故障了 正在检修 答应出了很多数据错误的报告 已经扔进垃圾桶了 所以 你的这份报告 该不会是捡来的吧 如果不是捡来的 难道是 你串通了检测中心的同事 偷偷拿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就是严重危机 按照规定我是要向上面举报的 我捡来的 我捡来的 捡来的报告 你也敢拿来吓唬人 温然 请你离维安远一点好吗 那也就是说 维安没事了 报告拿错了 是不是 是啊 阿姨 那就好 那就好 没事就好 那我先去忙了 温然 怎么了 魏医生 以后没有求证的事情 不要在医院里随便乱说 这一次只是虚情异常 但如果下一次 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 我一定会追责到底 知道了 知道了 魏医生 谢谢你啊 放心吧 阿姨 能让她没事的